各位,最近有什麼煩惱需要幫忙解決? 我的煩惱就是希望兒子出來做事 哦,希望兒子出來做事 是 勁兒子的訴求呢? 我就鼓勵 聽你們的體驗和我共生,我自己想自己拿什麼 那你現在的心態,或者你的打算是怎樣的呢? 我自己完全沒有人生目標,所以沒有奮鬥動力 我不知道自己做什麼 人生不知為何? 是 有沒有工作呢?有沒有收入呢?有沒有拍拖呢? 現在沒有工作,有年紀拍拖嗎? 有沒有朋友呢? 有一個共得來,然後跟我聊聊天 然後做那些以前吃的東西,我沒有聯繫過 那你平時做什麼呢? 在家玩,在家看小說,睡覺,你結仰 那媽媽看到的勁兒子的狀態是否又是這樣的呢? 是 我就是為了這件事,很心急,很煩 因為他這麼大的兒子,應該是出社會做事了 但是他每天都在家裡都在家裡都在家裡 年多兩年是可以不出門的 你說的是年多兩年都不出門 即是不出房門口還是不出廳門口? 不出房門口,只不過是吃飯,洗暖就會出來 或者是來市出客,一會兒買一些東西 尤其是馬上升職科門 我們平時說是宅男嗎? 是的,宅男 喜歡在家裡 但是他的程度好像比較重要,對吧? 你剛才說是年多兩年 都不出房門,除了吃飯 Bengie其實不自二年幾兩年 他十七歲的時候讀完職中 即是在職中原上學 他已經開始在家裡了 他主要就是沒有社交 他就是很擔心他這月 因為從小時候開始 就開始沒有群人 但你這時候叫群人,又不習慣 敬仔就說這個是我的性格 一向都是這樣的習慣 那樓下就表示很擔憂 也不算是一向 比較小的時候 我有困過人 但是大大下 也不知道為什麼 開始跟人溝通不少 我跟他說話都是 沒什麼話題 我跟他說話都只不過是 出來做事 你長大了 我也是老了 我也是找不到石 我只不過是給一些動力 希望他出來做事 誰說 我又沒有目標 你什麼 推我出去做事 我做什麼 這個 我有一陣子 跟他找到工作 但是他還是 不做得長久 因為他們那些年輕人 始終都是捱五道苦的 捱苦是捱五道苦 做那些紙箱 做那些紙箱 紙箱從印刷過來的那些東西 但是因為做這些東西 都是比較專業 又要細心 很細心 要些功夫才能做到 在弟弟的姓廠做了多久 有沒有十天 我也不知道 我只知道在書中 做幾道日 總之以日為單位 那次 是 那時候幾歲 那時候 大概二十歲 但是他十七歲畢業 沒有出去找工作 剛才讀完書 那段時間 還有沒有做過其他工作 還有在廣州做年紀 廣州做年紀 廣州做年紀 做什麼 她的表姐說 在廣州 富力半島 金碧新聖 那裡 開一些養生回所 我又找人 透支 她剛出來做事 我又不知道她做什麼 因為她當時 她的身體是有問題的 她就在這裡幫忙打掃一下 有些年來 我也要跟她交腐食 沒有這麼豬手 還要交腐食 當時好像是 交五百元腐食一個月 不過都沒有用 都調了幾萬元 就回家了 因為她那裡是驚應不善 我又跟她捕墳虎 又打了水漂 打了水漂就回家 又在家裡 又不出門 那廣州這份工作 做不下去之後 又沒有嘗試過其他工作 廣州那份 後面是女廚廠 做了兩三個月 當時是 夾到手 整個手指甩了 心疯疯 沒有去做了 這個女廠廠的工作之後 就一直都 沒有再嘗試去找工作 沒有了 那我想問一下 那工作多數是 是阿敬仔自己去找的 還是 她幫我 媽媽主導的 她主導 全部都是我主導的 如果她主動 自己去找工作就好 證明她可以跟人家溝通 那你幫她找的時候 她的態度是說 沒有所謂 你找到我去 是積極的 還是說 我不想去 你硬逼我去 我跟她去找女廠 她做的工作 我說 阿敬仔那個工作適合你 做的 她說適合我去 我跟她找到 她也願意去做 她願意去做 不過做著做著就不行 我說一下我自己的感受 就是她找 叫我去 找那些工作 我每次做 做人才會很轉心 但是我做完回家 我就 變得不想做 變成兩種狀態 總有一個原因 令到你不想做 原因 說真的 我自己的感情原因 就是不想做 我自己的真是 不知道什麼原因 所以現在 其實 想不想出去工作 人家的感受 因為我自己 完全是 一開始過 我自己沒有目標 沒有目標 就沒有動力 工作對於你來說 意味著什麼 工作對於你來說 是 收入 一個最重要 嗯 接著一個就是 在外面的一個 教授 嗯 那你害不害怕去工作 找工作這件事 我現在說害怕 因為我自己 自己 怎麼說 孤獨慣 就很怕生 你說現在我自己 主動找人去 聊天 聊天 這個我說真的 我做不來 跟媽媽 你們在家平時 是怎樣溝通的 跟她 跟她說什麼 她什麼都不跟我說 我怎麼跟她說話 她就算有 有話跟你說 她跟你說的是什麼 跟我說的就是 我很辛苦 你要怎樣理解 怎樣理解我 那些 你又希望你媽媽 跟你平時說什麼 她跟我說 就算你說 你打馬主人士 是怎樣做得好 我什麼都沒說過 我爸爸會說 她還沒說過 哦 即是你爸爸會分享 我爸爸會分享 也會給我一點錢 如果他認識 嗯嗯嗯 媽媽跟爸爸的脾氣 哪個會好一點 如果是 平常的話 就是我媽 一到激動一點 反而是我爸爸 我爸爸雖然他是大聲 但是他至少都會冷靜 我媽是完全失去冷靜的 媽媽是怎樣控制不到自己 他經常跟我聊天 即是叫開導我 開導我 然後聊聊天 他就很激動 說我好辛苦 怎麼想的 怎麼想的 對你好啊 然後說些 怎麼對我好啊 平時做什麼 又辛苦 聊聊天 又欠 然後說 你這個臭小子 不理解我 什麼什麼 然後又開始露人了 你覺得在你們家裡 媽媽辛苦些 還是爸爸辛苦些 如果做體力活計 就是我爸爸 如果你說是 心累計 他心累 他心累 他想的東西太多了 經常在樓上下來 見到他 整個人那麼坐在這裡 前面有個電視 不開 整個天空是靜的 一下來就覺得 嘩好像 立刻掩著心 很辛苦的 不想見樓 即你覺得 那個氛圍是壓抑的 是 是 坐在那裡 電視沒有開 抱著 這樣 就不停 吐在那裡 不知在那裡想 然後那些飯 就放在樓上 坐在樓上 坐在樓上 有時我在樓上吃完飯 我去洗碗 當然就走了 沒有開過 他說我那麼開心 不是他經常在樓上 是他做的 我那麼開心 他經常要 要考慮 要點考慎父母 開頭 但我還沒看過 是 有沒有跟媽媽 談過自己的心聲 你說過自己的心聲 有一次就是 在我手機書 電機的時候 發些 問字給他 好像你們的資料那裡 都應該有 是 我們發現了 其實他有發給媽媽 一些 即微信 去講自己的心情 我大概這樣 讀給大家聽 其中一個折選 就是 感覺什麼都不需要了 錢 有什麼用 我又不用買東西 我不死就行了 微笑的表情 目標 從來都是你安排 我需要做什麼 做了有用嗎 有什麼 你知道我最喜歡 和誰在一起嗎 就是阿俊表哥 為什麼呢 因為他們家裡 氛圍好 做得好又有獎勵 不好又不會罵你 就是說 你這樣做 會怎樣怎樣 你以後要怎樣做才對 你以為我以前那麼乖 是誰教的 你嗎 我屁 你除了黑臉 罵我 有幾次是好臉色 跟我說話 跟我聊天 就好像智障那樣 找話題 基本都是一些 我不想聊的 每次都是這樣 沒有改 你叫我怎樣跟你說話 我看到你心情就不好了 是不是你發給媽媽 是 我覺得做得最失敗 即是怎麼說 雖然動事很開心 但是想想想想 好說你一招 都算是 很失敗的一招 就是把我放在外埔裡面 站住 準確的理論 是我舊那裡 跟著他們 就算要達好一個新的社交 跟著以前舊的社交 就 過了一個假期 你和以前的人聯繫 就有一個間距了 我想問這種變化 或者這種流動 有多頻密呢 以前我妹妹 過了書家 人家都會去 和我表哥一起 即是你讀書 上學 都仍是和爸爸媽媽一起的 是啊讀書上學 上學 但是他們也是 都在家裡就是 你這樣理解 當時 在家裡 就 本身就 怎麼說 跟他們交流少 跟著都一放假 近日見面都很少 那一到寒暑假 那你就要去 你的舅父家 跟你表哥 他們一齊生活 是嗎 是 那跟他們一齊生活 是令你覺得愉快 輕鬆的 還是 很愉快很輕鬆 他們都會很容易地教我 去做主事 嗯 他們都是 怎麼說 比較會教人 那批人的感覺 即是他們的家庭氣氛很荒目 是 氣氛很荒目 他們該嫌的時候嫌 該主要來的時候 是 嗯 跟著都該鼓勵的時候 也都會鼓勵 嗯 跟我媽媽和爸爸 是不同的 他們很懂得教人 跟著呢 暑假 放完 回家了 嗯 跟著我和那些小朋友 小婆婆 這麼久沒見 想要聯繫 就 很難聯繫到 或者是 他們肯不肯跟我玩 一個問題 跟著到 有時到鳳家又去我 我扣那裏 跟他們走一傳 因為有時是 他們是拜年 我都是跟他們一起拜年 嗯 去到他們的良家那邊 簡直 真的什麼都不懂的 嗯 誰都不懂 所以就是 不懂得跟人交流 因為基本上 很多時候走一的人 都好像是陌生人一樣 那您個人覺得 這樣的一個生活經歷 對你自己 有什麼影響嗎 我感覺影響挺大的 因為我以前 也算是孩子 可能會跟別人打架 也打過 那時候 也算是 我覺得自己 那時候是 挺正常的 嗯 然後慢慢 跟別人脫脊了 交流不上了 就自閉了 那如果可以選擇 譬如說 如果你是自己 是你的媽媽 那你會 你會 希望怎樣安排 你的暑假生活 他們可以有話識 跟我去玩一下 嗯 或者出去吃 任何東西都好 沒有的 所以其實你最希望的 還是爸爸媽媽 多些陪你 是嗎 是 以前小時候是這樣 到現在大了 他們願意陪我 都不願意陪他們 你已經不需要他們的陪伴了 看他們不順暢 不,看我媽媽不順暢 我爸爸也是一樣 很平淡 我覺得敬仔 在這個過程當中 就是他的這個 生長過程當中 其實他是在父母身邊的 留守兒童 他雖然在你身邊 但是他真的 自己長大 綜觀他生活中 他是很渴求愛 渴求交流 哪怕你跟他說打麻將的事 他也覺得你是有注重他 關注他 他一直在求關注 他作為一個小孩 他沒有辦法表達 其實是他潛意識的需求 他一直在做的所有事情 就是希望你關愛他 真正健康的方式去關愛他 我自己去自爆一下 我自己有些心情 跟敬仔說 我都算半個留守兒童 爸爸媽媽因為工作很忙 雖然我們在同一個城市 就是廣州 但是我長期在我婆婆 或者在我媽媽的家裡生活 以前我都會去學你 我都會有N多個疑問 去問為什麼 我會開始質疑 父母之間的愛這件事 所以我想分享給你的就是 每一個人都有他原生家庭的問題 但是 有些人 可能會因此作茧自負 有些人 會破茧而出 有時候你說你想要走路 他們不懂 你有否打開過這件事 用更溫和的方式 更幽默的方法 去跟他們聊天 小時候就覺得他很嚴 我小時候想要零用錢 想要玩具 零用錢 零用錢 他也是很少付 可能一年付幾次 然後玩具 可能他會買些給我 但是否很喜歡 我自己也不知道 他看對 然後就買給我 然後 基本上零用錢 都是問我爸爸拿的 所以我就說 對我爸爸可以交流 因為小時候 因為零用錢 零用錢 算是他給的 覺得好像 關係比較親密 然後我媽媽就 沒有這個 怎麼說呢 算是主要禮吧 媽媽拒絕給你零用錢 他的說法是甚麼 看我吃飽飯 要不要在外面賣衣食 我覺得 那裡學校 變成小賣部 賣的 食得的 我覺得他們 是可不衛生的 他最喜歡說 沒有益 你不好吃 或者是沒有益 你快點 綠莉吃 就是這樣 夏依 我聽了這麼久 我總結一下 你兒子現在 沒辦法做任何選擇 自主去決定 你要知道 一直以來 你和他正在開車 他都是坐輔駕 你去做駕駛人 你是開過軚盤的 其實將他 比喻成是坐副駕 都不對 因為副駕 都可能會幫忙 一起看看 那個導航 看看那段路怎麼走 我認為他可能 就是坐在後面的座位 對於一個 從來坐在後面座位的人 都沒有坐過駕駛座 甚至沒有坐過副駕的人 你現在停下車 叫他去駕駛室 他又怎麼開車呢 甚至乎 可能到現在為止 他都沒有去到駕駛室 所以 為什麼 兒子溝通不了 我認為 很大的原因 是在於 你沒有處理好 自己和自己的關係 做爸爸媽媽 是不容易的 但是你一定要先解決 跟你自己的關係 你先和自己和解了 你才可以 心平氣和 有耐性地跟你兒子 去接觸 去有效的交流 其實我們一直都留意 勁仔 在後面的部分 我們整個牆的氣氛不同了 你自己有沒有感覺 我看到其實你可以表達得很清楚 表達得很好 邏輯是完全沒有問題的 而且你在反問你媽媽的時候 或者你在表述的時候 其實我們在外面都在笑 所以你自己是一個有幽默感 有幽默細胞的一個人 是沒有問題的 然後 其實我覺得霞姐 兒子真的很關注你 你不開心 兒子默默地留意你 我想 敬仔今天說的話 可能比以前一年都多 都要多, 是嗎? 是 是不是? 是的 為什麼可以做到呢 就是因為 我們去給你兒子 給你兒子 他就可以去說這麼多 和表達得這麼清楚 其實在家裡一樣 如果你多給點空間 你留著耳朵去聽 他想說些什麼 我相信他一樣可以表達 我想問一下爸爸 你覺得你們一家人的 相處的氣氛是怎樣的呢? 媽媽的 我開光 他們在閃閃 哈哈好笑 好嗎? 我正常做了 成六年保安 日夜班 他們有精神 我有一半時間 我開工 他們上班 我下班 我下班 他們還不知道去哪有人 那麼少見到 你有沒有感覺到 他兩個之間的相處 是有些問題呢? 他兩個 有些什麼 他債又不聽 他又好像什麼這樣 那你覺得自小 你跟太太教育小朋友的方式 或者對他的陪伴 有沒有足夠呢? 足夠 肯定不足夠 我們打工又不是做老闆 做老闆的時候 陪伴兒子 又在遊山換水 那邊 沒有這樣的閒情日子 打工不做 沒得吃 那麼就是 那你覺得 現在兒子23歲了 你們的關係 從小時候開始 到現在 是越來越好 還是越來越差 嗯 看現今的肯定是越來越差 以前在他做什麼 有什麼 不知道你家裡要不理你 他躲在自己的房間裡 他不做 又不去做事 嗯 聽了 你聽著嗎? 聽到 你不是很小的 好嗎? 不是說 今天跟你說話 是吧? 不過我現在都很少時間 是吧? 聽著吃飯 在這裡喝風 聽到他有辦法 你來捧上去吃 你實際上有什麼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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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喜歡 什麼 跟爸爸 和媽媽吃飯 主要是 媽媽每次見我 每次見我 他都會 說起我這麼開心的事 說 我沒有什麼問題 但是每次吃飯 我這麼想 誰應該坐在這裡吃 主要是有話說的 不過你是 爸爸和媽媽吃飯 有什麼 不說 主要 你說有什麼不說 我想有個成語 你肯定是再熟悉不過了 叫做 流水不浮 互輸不渡 流動的水才不會腐臭 轉動的門軸 不會被蟲鑄 那把這句成語 投射在我們的生活當中 你想想看 人和人之間 甚至人際之間的交往 該有多麼重要 更何況是一個親情的維繫 是吧 那接下來我想對你說的話 是什麼意思呢 以我對你們的家庭矛盾 啊 判斷看來 你們家現在 急需建立起一個 良性的 有效的溝通機制 我覺得這個重任 恐怕就在你的身上 啊 剛才呢 當主持人念到 你和媽媽之間的 尬聊微信的時候 我真的驚訝了 我覺得那個狀態 那個語態和情境 不是一個在 不應該出現在一個家庭裡邊 對嗎 家庭呢 雖說沒有對錯 只有和與不和 家不是講理的地方 但是 它也絕對不應該成為 情緒垃圾的排放廠 所以我給你的建議啊 你呢 在今後啊 無論是跟父母的交流 還有跟社會上朋友之間的交流 要採取一種積極陽光健康的心態 主動的去和別人 搭建起一個溝通的橋樑 我相信你 你有足夠的能力 我看到的這個你們兩個人啊 媽媽和孩子 一個是冰冷的 控制的媽媽 和一個孤單的 切弱的孩子 你們兩個人相愛相殺 相愛相殺的意思是什麼 知道吧 你們兩個人明明都是很在乎對方 但是兩個人呈現的方式是 彼此看不順眼 那我說說媽媽啊 我想作為一個我跟你同齡的啊 我今年也五十一了 作為一個同齡的媽媽 我其實完全能夠感受到你這份 這份 這份複雜的這種情緒 你很愛兒子 但是你目前還沒有找到 最合適的 愛他的方法 那我今天想分享給你的就是 我們 我們通常表達愛 有五種方式 我們把它叫做愛的五種語言 第一種 它就是肯定的語言 肯定的語言就是 你很棒呀 哇 你真是一個男子漢 咋呀 來在海猴咧啊 就是各種認可 第二類 就是 一個特別精心設計的美好的時刻 比如說 一起過節 一起過生日 一家人去散步 或者是一家人圍著飯桌 一邊吃飯一邊愉快地聊天 那第三種方式呢 就是 愛的禮物 哪怕就是一個很小的玩具 或者 只是 是 孩子說到的 零用錢 那第四種 就是你最喜歡用的方式了 叫服務的行動 就是 為對方做一些事情 第五種方式 是 身體的接觸 這些也是表達愛的方式 但是 你跟孩子之間 為什麼兩個人互相感覺不到愛呢 就是因為你們表達愛的方式 錯位了 仔仔 你排一個序 你最想要的是 這個時候就是媽媽來了解 她可以怎麼樣表達她愛的方式的時候了 平常跟我正常交流就可以了 我最喜歡這個 我現在是 就算你給錢 我現在其實我自己哪裡用錢啊 或者是你給我禮物 我自己也不知道用什麼禮物 你跟我接觸 我現在這麼大 你跟我接觸我也不好意思 就好像是平常一樣 所以你就需要 那只剩下精心的時刻和肯定的語言 你把正常交流放在第一了 那也就是說 那些時刻很重要 有正常的交流 才有後面那些不一樣的管 他不需要太精心 正常就好 是 因為 你沒有這個正常的開頭 你一開始就精心的時刻 我都不知道你在做啥 我接受不了 那肯定的語言呢 肯定的語言 說的話我開心 不說其實也沒什麼問題 媽媽我都想你 告訴姐姐 對於你來說 什麼方式 你喜歡 你是感受到愛的 他餐餐跟我吃飯 我就高興了 所以你看到沒有 你們倆想要的 是不是很像 媽媽想要的也就是 你能跟她一起吃飯 就是精心的時刻 你想要的也是 希望媽媽能夠正常 跟你溝通 你們倆都很在意的 就是在一起的時間 其實我現在煮飯 我用微信叫她 我又跟她說 哎 加上去煮什麼菜 很好吃 快點來吃飯 那你問問她 但是你明明 她一來吃飯 你又開始餓她 現在沒有餓她 她已經 你習慣了 她又習慣了 她又習慣了 你習慣了 你說完都不覺得 你可能自己都不知道 她又習慣了回避 所以你們現在不開心 所以才來到這裡 慢慢幫你們解開 原來大家其實 都是想要的是一樣的 那我們才知道 下一步怎樣去做到 其實你付出很多努力 不過有時候 可能這件事 不是她想要的 不是她需要的 這一刻你不是要找些 真正她需要的東西 是不是 唉 現在她真正的需要 就是在間鋒看小書 我覺得我在我自己房間裡面的話 我就 在做什麼 在房間裡做什麼 感覺我自己做什麼都可以 都可以 因為好自由 很自由 然後我覺得我自己就 沒那麼多約束 那現在是一個很關鍵的 戴著 愛 放手的機會 其實你一直很想表達一個愛 你的愛可能就是推他出去做事 希望這樣 起碼他在社會上 有自己的 獨立的生存能力 我相信你最擔憂的就是這件事 是啊 我最擔心 接下來我們還是要回去 怎樣去幫助你的兒子 有做事的動力 還有他願意去工作 這樣的一個方向 大家在間有個願意去工作 你覺得自己現在在未來的人生和生活上 態度上有轉變嗎 我現在先要努力改變自己 就比如說好像我現在需要去改變自己 那些生活習慣 就我要找起床 所以或者出去活動一下 起碼要把我自己從房間裡面解放出去 這個我知道了 但是能不能持續下去 所以我真的支持你 教你新的方法 不是有什麼方法 新的方法就是 尊重你小朋友的選擇 我當然尊重他 他喜歡做什麼 不是要做 他喜歡做什麼的前提 首先 他如果能夠提出來 我想怎樣做 我有什麼想法 意思是聽 我們不是做法官去評判 子女的決定對不對 是啊 因為其實很多事情 他自己才知道 他才有興趣去做什麼 你在表達個人觀點的時候 很有個人主張 因為有獨立見解 這種人是有足夠的能力去把控自己的生活 那麼為什麼 你就是理想中的你和虛幻中的你 包括跟現實中的你 有這麼強烈的反差 有沒有想過 是不是自己的執行力比較差 的確 是吧 我很難做一件事是堅持下去 展示出你的信心 對他的信心 你當我是我 你當我是兒子 你跟我說一次 練習一次 當我是你的兒子 你當時你有什麼想法 你先說過去 你說以前 以前我真的對你說實 真的特別小時候 很多人關心 你當時 你當時大了 你有什麼想法 我尊重你的意見 你現在你想怎樣做 你和我溝通一下 你到底是做妥女還是做雄女 做自己 當然自己希望自己是雄女 我兩個觀眾會喜歡她 希望自己可以改 可以改 希望自己可以改 看來這個密室很舒服 下衣笑到蓮子蓉 有什麼感受 感受 打開心窗說亮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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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 剛才那些心理師 會 以前也有很大的心結 對兒子的生長 是有一定的阻礙 我都認為是這樣 首先我想邀請你們兩位 把這個時刻 感受一下 記住它 這種時刻就是 互相感受到愛的時刻 你們倆是否都感受到了 那我就有幾 都是幾點供你們參考的 對於媽媽來說 第一照顧好自己 放鬆一點 不用太緊張 讓自己活得輕鬆一點 那你和她的活動都會好一點 第二呢 就是要慢慢地可惜 尊重子女 用她們喜歡 容易感受到的方式 去愛她們 那對勁仔 我都有幾句話 供你參考 第一呢 你是很孤獨地長大 但是你並不孤單 因為 這個世界上 有無數 有小朋友 都是像你這樣長大 所以其實 你一定不是 世界上最倒霉的人 一定不是的 因為有很多人都跟你一樣 所以我希望你能夠放下這一部分 第二呢就是 過去的經歷 是你無法選擇的 但是 未來 是你可以選擇的 因為對她的愛勇 不是很足夠 即使她… 即使你今天這樣的心態 會覺得我責任很大 你怨戀她吧,好嗎 我說你怨戀她吧 好嗎 其實我也希望她是… 原諒我,我自己也是有錯的 我知道我自己平時做 其實都不是說對 但是我自己是… 不斷地逃避 那現在是經過這個… 這樣的話 我是… 希望我自己是正視自己 做回… 真正的自己 找回真正的自己 很對不起我媽 就是平時… 對她那種態度 是我自己逃避她 而令她更加信心 不斷地我循環 所以我希望我… 媽媽… 可以原諒我,好嗎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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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她吃飯 不用我叫你住房子裡吃飯 又開了 媽媽,一時準時開飯 對… 餐餐也好菜 對…餐餐也好菜 最後是煮好吃一點 你想吃什麼跟我說 是嗎 一時主要都可以 一起住 有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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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口度 沒到過我餐 一煮飯就是大魚廚… 大魚廚… 大魚廚… 好事 我已經有蒙的嘛 嗯哼